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习的时候 就我所了解 更多的是围绕着高考 来看待古代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 所以在这里呢 我想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 来思考一下 对同样的语言事实 假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 会有些什么有趣的发现 上个世纪初 中国一大批的大师级的语言学家 说过一些很经典的话 对我们今天观察语言事实 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 比方说这个 说有意 说无难 我们说历史上曾经有哪一种语法现象 这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一个例子 就可以说有了 但是假如我们说没有哪一种语法现象 却并不容易 我们必须把这一时期的所有的文献都读过 并且从汉语发展史的角度 对这个问题做彻底的梳理 知道这种现象后来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为什么会产生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语法事实的 语法现象的坦生 都会是整个语法系统进行调整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观察古代汉语的语法事实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说有意 说无难 利不实法不利 这是李锦西先生说的 前面一句是赵延任先生说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确立一条语法规则的时候 一定要有充分的语言事实作为支撑 不能够确立一个规则 自己举两个例子 就像现在很多研究古代汉语法的学者一样 就是说一个理论 举几个例子 就算有规则了 这样的规则是经不起语言事实推敲的 下面一句话是王立先生说的 当我们对古代汉语的某种语法现象做了认真的研究之后 得出规则 这个规则不能够凭别人的几个例证 就给它破掉 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丁生树先生 认为这个福是不加之 等于不加之 那么丁先生是对上古汉语的语言事实 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得出来的 那么当然有人也找出了相反的例子 你不是说是极物动词后面带宾语 这个极物动词后面宾语不出现吗 那么我找到福 加极物动词 加宾语这种形式 那不就可以破掉你这个 你丁先生比如说的例证吗 但是这样的例子 如果达不到相当的比例 还是不能够破掉丁先生确立的规则 道理很简单 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书 毕竟是经过数千年的辗转传超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地方会被后人有意 或者是无意的做了改正 做了修改 所以这个对于例外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 这一点自己心里要有数 何梅言先生认为 对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来说 假如60%左右的原事实支持你的结论 那么这就已经非常充分了 我想这个估计 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相信对于我们在座的诸位来讲 经过了中学六年的这个学术训练 科学训练 应该对科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很清楚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那么通常是指我们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 分析出它构成一个系统的各个要素 然后给这些要素进行分类 根据它们的共同特征进行分类 然后再看这些类之间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抽取出规则 那么假如我们对一个系统了解了它的基本单位 了解了它的组合规则 那么这个系统的特质 我们基本上就把握住了 对语言研究也是如此 所以语法研究什么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这样的概括 就是我们把这个语言分解成有限的单位 这个单位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词 这个单位的数量应该是可以列举的 假如我们提取的单位是句子 这个句子本身是不可以列举的 数量是无限的 无穷多的 因此它不可能作为我们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 但是提取单位加以分类之后 最终还要用有限的规则 这个规则是越少越好 能够说清楚这些单位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怎么组织起来的 这是我们研究语法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 不过有一个现象 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注意 一般来说 中国第一部语法书 是1898年马建中所写的马神通 在此之前 中国没有一部语法书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主语位语彬语这样的句子成分 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词类 古人是没有的 为什么 关于这样一个话题 当然很多学者都写了文章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篇文章 真正能够把这个问题 说得令所有的人都很信服 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语法 就能够学习自己的语言 这个问题我们在这儿也不展开讨论 但是这里要大家要注意 古人大概是从 这个元代开始 卢一伟的语著 明代的元仁林的 这个虚字说 到清淡 像王尹之有著字辩略等等 这样一些著作呢 很多学者也把它们看作是 语法书 但是这些书都是研究虚词的 我们今天说的虚词的 还是没有我们今天 所讲的这个语法研究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马建中写了中国的第一部语法书 但是这部语法书 应该说是借用西方传统的拉丁语法体系 来观察 是把古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写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就整个体系的完备 还是就对语言事实观察的准确和深入 那么马世文通 仍然可以称为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 在马世文通之后 二十年代 还有陈诚泽的国文法草创 杨树达先生的高等国文法等等 一大批的古代汉语法研究著作 这些内容大家都不用抄 我希望我们课上 大家还是尽量的思考讨论 好不好 这些知识点到课下 自己看一下就够了 特别是到图书馆 讲到了马世文通 自己去看一看马世文通 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国文法草创 那么他是讲词类活用的第一部书 他是怎么看词类活用的 杨树达先生 讲汉语虚词影响很大 他怎么样用西方的语法理论 来分析古代汉语的虚词等等 自己到图书馆看一下书就可以了 好吧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古代汉语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宽泛了 马建中在写马世文通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 这个所以他在选取语料的时候 大体上是以先秦两汉作为主要范围 两汉之后的著作就取了一家 那就是韩玉的古文 大概马建中觉得这个韩玉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帅 他的古文功底还算是比较到位的 就模仿古人模仿的比较好 其实读过韩玉古文的同学都会知道 韩玉的古文当中有很多唐代语言的东西在里面 常代汉语的这个要素在里面 也就是说他还是不可避免的 把自己口语当中的一些东西加入进去 那么 马建中所讲的这个先秦两汉 大体上就是王立先生在汉语时稿里面 划分的上古汉语的时段 但是即便我们不讲这个 古代汉语 讲上古汉语 这个范围还是太大 大家看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就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 也就是说从比较早期的传世文献 诗经 论语 左传等等算起 下线到东汉 也就是公元220年 这个中间差不多就有一千年的时间 这一千年的时间当中 汉语语法肯定发生了诸多的变化 我们在前面讲文选的时候 也曾经顺带提到过一些 比方这个问字 问问题的问 这个孟子和论语就不一样 虽然两部书中间 差了大概三百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是把时间跨度拉长到一千年的话 我们可以想见 这个中间的语法变化应该是很多的 王立先生在汉语诗稿里面 曾经提到过 将这个上古汉语的宾语前置 一问代词作宾语 在先秦早期的文献当中 那是很严格的一条规则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再那么严格 而汉代的文献当中 例外就很多件了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是叫古代汉语语法概论 那么只能是取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这样两个属性正好在两端的值 来比对一下 看看从比较早期的汉语到现代汉语 汉语的语法有哪些比较重大的变化 我们在选语料的时候 也基本上是以先秦为主 有的学者就觉得 古聪明写的聊斋之一 那也是用文言写的 能不能用它也作为研究古汉语语法的语料 我们说那是最起码是不好的一种语料 就好比说我们用 一个外国人写的中文小说 去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一样 那里面会得出很多比较奇怪的结论了 我们还是把下面要讲的内容 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概括 就是就古汉语 现在汉语在语法方面的主要差别 做概括的介绍 目的很简单 还是为阅读古书服 不是系统的来讲古汉语语法 那是艺学期的专门课的内容 好 按照我们课本上的内容 这个古代汉语语法 总共概括了五个专题 一是词类的活用 二是古代汉语的词序 三是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四是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 五是古代汉语需词 那么这五个方面应该说是 我们通常能够看得比较明显的 古今汉语之间有差异的地方 我们先放过第一个专题 那么第二个专题 讲到古代汉语的词序 我们就会讲到 而想到有宾语前置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在现代汉语里面宾语 我们认为总是放在动词的后面 而古代汉语当中 假如这个动词的宾语 是一个疑问代词 那么就要放到动词的前面来 所以孔子说 乌谁期 谁是七的宾语 所以要放到七的前面来 但是后面接下来一句是七天呼 天是一个名词 所以就没有往动词前面挪 这是宾语前置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 在宾语剧里面 假如代池做宾语的话 这个代池宾语 就要放到前面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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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去的